何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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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飯老闆送上蒜 祝福順利當選 台北市立委補選開跑 民進黨參選人何志偉 週末一早就到菜市場和公園 與婆媽們半天 何志偉 他說給你帶頭 蹲下和選民互動 展現親民一面 何志偉身段放很軟 要一掃正二代形象 選民加油打氣 讓他很開心 而對手代表白色力量參選的 陳思宇行程一樣滿檔 陳思宇一早就到北投 參加馬拉松挑戰賽行程 不過以北市官船局長身份出席 被質疑是以公務拋選站 因為辭城的話 他會有一些流程要走 今天最主要的是 其實我們是希望 可以推廣台北市的觀光 那你到世界上 很多著名的城市 比如說像日本的東京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其實都有透過 不管是馬拉松 或者是一些城市的路跑 來行銷 強調因為辭城還沒生效 否認行政不中立 不過同場的 還有綠營在地立委 吳思瑤 在科綠合作破局後 同台格外敏感 已經有跟委員聯繫了 那之後我想不僅僅是同台 更是一起努力 朝同一個方向持續努力 會不會覺得公務選務都混在一起 對於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評論 評論都交給我們選民的智慧 那個人的行為 那我想大家都會有相對應的想法 不隨對手動作起舞 何志偉繼續照自己的步調 打選戰 在九合一選後的立委補選 被認為是2020前哨戰 柯 綠 藍 三方較勁 誰都輸不起 懷孕新聞檢獄林張哲豪 台北報導